好各位那你记得我们看经文 虽上三指呢 我终不恨 诸位 你说 在座各位家长 你们可以做到吗 各位如果你们可以 如果你们可以做得到 诸位 我就敢收徒弟 你把你的孩子带来禅心学院 我就敢收 打死 你要你看受我就看 我就看对不对 收徒弟 所以诸位 这个就是真的慈悲 我跟你讲 真的慈悲 对 这个是慈悲 这并不是烂好人 各位烂好人 害死人 烂好人不慈悲 所以你们学佛 不要学成烂好人 各位你们学佛 不要学成 刚才那句 168月那句话 世人 佛法 中愿 烂好人 你们千万不要学佛 学到这个样子 在 在 伦理里面讲 香愿 有没有 你们不要 学成这个样 所以 最后 各位最后 你看 最后佛就问 假设 假设 是父 即师 得 杀 罪 佛 意思就是说 对 这个 这个慈父 跟这个 言师 对不对 那 那他们 这样 对 有没有 犯罪 有没有 换 杀 头 之罪 有 还是 没有 各位 按照前面 那个例子 这个父亲 跟老师 他们 有 换 罪 吗 有没有 假设就这样回答 不也 照理来讲 那个用不比较恰当 把这些佛 不也是尊 何以故 以爱念故 为以成就 无有恶心 这句话起来 以爱念故 为以成就 无有恶心 如是教诲 得福 无量 所以各位 大家 要注意一个问题 大乘佛法 跟小乘佛法 最大的差异性 在哪里 大乘佛法 很注重 他的起心动念 很注重 他真正内在 对 内在的一个心念 诸位 有的菩提心 是你很容易看得出来 什么叫很容易看得出来呢 我发菩提心 我也帮助别人 你是很容易看得出来 有的菩提心 是 有的菩提心 是你看不出来的 是我发菩提心 但是我表面上对你很不好 对不对 各位 这样一般是很难看得出来的 我对你很不好 我对你态度很差 各位 这个是一般就看不出来的 所以你看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不但 不但没有 没有因为这样而 对 而得什么 得罪 因为这样而什么 而福得无量 各位 为什么 因为他利益众生 他是真心真意的利益众生 对 所以得福无量 那诸位 那佛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 各位 佛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 因为前面家世不是讲吗 对不对 他说有众生 幻戒 意思就是佛 你为什么要惩治他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惩治他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你应 你应该 你应该就是公平 你应该平等对待 各位 你对 你对那个 对那个什么 对你供养的人就比较好 然后对你不好的人 有没有 你就想惩戒他 那这样就是佛 你没有 各位 你没有公平 你没有平等心 各位 众生都是看四项 四项都会偏差的 所以你们从四项来谈 常常都会有问题 从四项来看 你走哪里看不到 四项是很有问题的 但是佛并没有违背四项 他从四项来惩戒他 但是他告诉 迦瑟菩萨的道理 这才是真的慈悲 对 所以众生 众生是 佛是如此 你不用怀疑 所以你看 下一段 善男子 如来一耳 是坏滑者 等如一职 各位 坏滑者 对不对 破坏戒力 毁谤正法的人 他跟 付持正法的人 一样都是 慈念 有没有 都是慈悲 对待 所以如同一职 没有差别 各位 真的 没有 差别 没有差别 各位 谈到这里 你要思考一个问题 比如说 比如说 禅禁 我请教一个问题 比如说 现在有一个人 对三亿 五 三分好 对宝人 七分好 你说他 平等还不平等 为何 请你几次 一个三分熟 一个什么 七分熟 好 那我们现在不要讲P 我们现在讲直接了当讲 那你需要别人对你几分好 我们现在讲直接的 不讲P 奇怪 P的 讲得头头是道 讲到 讲到自己的身上 竟然讲不出来 来几分 哈 一半哦 看你的蚂蚂蚂 还要五分熟 你应该是会了吗 小鬼就能够在旁边 就可以问芥末吃 所以 曾经回答这样是正确的 各位 有时候你不要 你莫言不公平 各位 有时候你不要这样讲 各位 我跟你讲 有的人你要对他十分好 你对他一分不好都不行 有的人啊 对不对 你只要对他一分好 他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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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他好 对 有的人你对他九分好 有没有 他还是 他还是会恨你的 为什么 因为少一分 所以各位 这道现象 重点不是三分七分 重点是 重点是众生的心 你知道吗 众生的心 你要怎么对 你要怎么对待他呢 没有一个说一定怎么样 这就是智慧 所以我们看很多东西 是这样子 各位 你看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好的 一般总是觉得说 一般总是觉得说 对 食物跟那个人 讲最多话 对他最好 各位 不一定 你说六祖会 你说六祖会 能到南华市 有没有 五祖红人 我跟他说的 根本都没跟他说的 为什么不用跟他讲话 对 人家六祖早就知道 所以诸位 明理的人就是明理 不是你对我好 我才明理 不会这个样子 明理的人 不因为你对他好跟不好 明理的他就是明理 不明理 不明理的他就是不明理 对 那这个就是要看你的慈悲 跟智慧 如何来对任何人好 对 但是对好的深浅都不一样 只是因为 他需要关心的程度不一样 好 那你才能看到平等 不然 不然你不太容易 你会平等 好 我们一般人会平等的概念 就是怎么样 五分五分 各位 这是现前 你这样做 你这样做 你怎样做都不好 怎样做都不平等 我告诉你 根本 各位没有像你想象的 那么单纯 对不对 没有那一回事 好 所以记得这么讲 如来今已无上正法护主 诸往大臣宰相比丘 比丘尼 幽伯社 幽婆以 是诸国往 其事部众 应当签力诸学人的 令得真上界定智慧 所以各位 所以佛 不论 各位交代 这些有影响力的人 诸往大臣宰相 是有影响力的人 以及这四众弟子 各位 欠所有真正要修行的人 应当 要勤修戒定会 各位要勤修戒定会 若有不学四三平法 懈怠 破戒 毁振华者 亡者 大臣室部 执重 应当苦治 各位 若有不学三平法 三平法就是戒定会 就是不学 就是不学戒定会 各位啊 你们现在要注意 你不是要修行吗 你要修行 你不学戒定会 你这样就不是修行 那你看 懈怠 破戒 毁振华者 这三个分别 把它画起来 懈怠 破戒 毁振华者 各位 你在戒在旁边写 无定 在破戒旁边写 无戒 在毁振华者 旁边把它写 无会 好 各位 懈怠的人 为什么没有 没有定呢 各位 我们的心 常常三心二意 等一下 等一下想要用功 等一下 一下子又又懈怠了 等一下 等一下想修那个 等一下又想学那个 等一下又不想学了 别人 别人 别人讲又想学 别人没有鼓励 又不想学 统称都是心中没有定 那各位 那心中没有定 就没有恒心 就没有毅力 他就不会精进 他就不懂得勇猛 统称都是没有定 各位 你心没定 你没有禅定 各位 你没有禅定的力量 诸位 譬如说 譬如说 有的人 各位 譬如说 有的人 有时间 去找别人 但却没有时间 修行 各位 大家去思考 对 也就是说 你的界定会 有没有记住 假设你的界定会 没有记住 各位 你应该 利用时间 补墙 有没有 补墙你的界 定 会 你要补墙 你为什么 还有时间 去攀缘呢 你要去补墙 你的界定会 那各位 那你说 补墙 定跟会 一般人 比较容易懂 补墙 借 一般人 可能不太懂 各位 借是什么意思 借就是 诸恶 莫做 重山奉险 该做的事情 你有什么事情 要不去做 各位 你不去做 就会换借 这样对不对 各位 你还有很多事情 没有完成的 你有去做吗 你都没有去做 你没有去做 你就换借 那各位 定是什么 定是说 你有修 禅定吗 你有禅定的功夫吗 你自己知道 你也没有啊 对 那没有 你为什么不好 把握时间 刚好 对 刚好趁现在 周秋二日 刚好趁现在 刚好是下班 刚好趁现在 没有别人来打扰你 你为什么不好 修禅定呢 对 你为什么还有时间 往外面跑呢 对 再来 纵使你禅定功夫 功夫够 但是你并没有 深入金账啊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多 利用一些时间 对不对 去研读金账呢 你为何不要呢 各位按照 按照这样的角度 平人心想的 你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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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多余的时间 对 去打妄想 或是在那边花呆 或是去攀岩 你根本没有 那么多时间嘛 你就好好的 去勤修 你的戒定会 对 但是我们从一个 我不要讲佛法的角度 从佛法的角度 是跟你讲说 你没有戒定会 所以你才会 懈怠 破戒 毁谤圣法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跟各位谈 各位 人为什么会懈怠 第一 没有信心 第二 没有目标 各位 为什么 我讲说 第一 没有信心 事实上你对你真的没有信心 所以事实上 你对自己没信心 所以 所以你怎么做就不好 所以你干脆你就都不要做 知道对不对 各位 我们都是这样子 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 就干脆不要做 不要做就是懈怠 就放在那儿 那个 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你对你的内在的 那种信心 你根本没有信 你为什么可以对你没有信心 但是各位 但是一个人要对自己有信心 这么简单吗 我坦白跟各位这样讲 也很困难 为什么 我问同学一个问题 好 譬如说台花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爱自己 还是恨自己 还是怕自己 各位 你们看好过这个问题 你是爱自己 还是怕自己 还是恨自己 你自己 你自己感觉 想到这个问题 你自己想到这个问题 你自己想到这个问题 对不对 对还是不对 对嘛 对 你就是对你自己 没有把握 是让你很害怕你自己 你知道吗 嗯 那你干嘛怕你自己 请问你一下 你是太了解自己 还是太不了解自己 洪安赤 你太了解 还是太不了解 还没有 还没有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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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时候说 因为我就是太了解 自己 等到写完 佛之后 你渐渐不会讲说 我太了解自己 你就不太敢讲 这句话 有没有 我就是因为 太不了解自己 那这位 今天不可以 我问你 你才起关照 对 那平常不问你的时候 你的关照 你关照什么 或是说 你的关照在哪里 那这位 这个都是你 潜意识的问题 对 但是你平常却没有 对 关照他 把他挖掘出来 所以 所以我们一直在逃避自己 然后逃避自己 放任自己 接着 接着就 就用一句话来 粉饰太平 用什么话 人生就这样过就好了 你用这句话怎么 来粉饰你的人生 其实你说这句话 对你自己 是很赞念的 但是 我们 我们 大部分人 都是这样过 就是这样过 所以各位 那些拼着 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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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所以你的懈怠 第一个 你的情意 是真的没有信心 第二个 第二个 你真的没有 没有 没有目标 没有理想 各位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跟很多同学 谈过 但是很多同学 这个问题 它几乎是 一辈子都存在 几乎 各位 几乎一辈子都存在 各位 目标 比较容易达成 还是理想 目标 各位你要注意这个名词 不太一样 目标 是过程 目标 有短期目标 中期目标 长期目标 理想 就是一个目的地 有没有 理想就是一个目的地 所以诸位 对不对 你一开始 假设有理想 但是你中间 要定目标 那为什么 中间要定目标 让你能够朝这个目标 那进进 来消除你的懈怠 各位 譬如说 譬如说你的理想 是希望极乐世界 或是说你的理想 是开悟 好不好 各位 这两个并不代表说 你现在一处可及 但是很多的东西 是你现在就可以完成的 它是一个清楚的目标 譬如说你现在在上大波涅槃金 我说我第一个目标 就是要把大波涅槃金超完 这个是不是很明显 很明显的目标 是不是 这是第一个很明显的目标 当我把大波涅槃金超完之后 你说我第二个目标 我要把大波涅槃金 读诵一百遍 诶 这第二个目标 你也可以完成 第三个目标 对 接着我要深入去研读 大波涅槃金 对 这是第三个目标 第四个目标 对 我要开悟 有没有可能 有 它一定有可能 但是如果你没有透过 我刚才所讲的 我把大波涅槃金超一遍 我要送他 对送他一百遍 我要深入大波涅槃金 你是 你是比较没有机会开悟的 各位你看 那同理可算 我的目标是往生极乐世界 那你短期目标是什么呢 对 我短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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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每天要念佛 念 念三千句 对 然后累积到什么 累积到 累积到三十万 三千句累积到三十万 也没有说 没有 没有多久嘛 有没有 你就可以累积到三十万 接着我要送 对 我要送弥陀金 对 送九百部 也没有说很久了 假设你 假设你一天送个十步 九百部也没有很久 好 那些动作都做完了 对 好 那 那我要短 我要短暂的 自己打佛七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四日 若五日 若七日 对 那打一次 伏七 不行 我打七次 那诸位 这样你要往升级的世界 的激励高不高 很高 各位 这个就是告诉你们的 你光是看那个理想 你自己没信心 但是你透过呢 透过目 目标 你每个目标都完成 你的信心就什么 你的信心就大增 你不可以说没有信心 那是你没去做 但是你没有去做啊 所以我说 你要开悟也好 你要往生极乐世界也好 对 你自己目标自己这顶 这个就是我能够跟各位分享的方法 别说我没自己说 我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 你自己按照这种方向 按照你自己的理想和支援 自己去分析 分段 分段的目标 去把它定立了 一项一项去完成 之外 你自然就没接待 但是如果你都没有信心 没有理想 没有目标 你怎么有肯真正 你跟我说我也不相信 意思是说 我这世人这样就好了 各位 这样就好了 你敢不可能真正 你就果然就怎么了 果然 你就果然想说 我就不要去做坏东西就好了 各位 你就是差不多 差不多过去世人 啊 啊 这样感到好 所以我们在学佛法 或是说一般人 没有学佛法的人 不要 用粉饰太平的心态 这样去过人神 那第二个 我们说呢 破戒 破戒 一般的同学 各位 几乎啦 几乎所有的人 认为 认为慈戒 是困难的 且痛苦的 注意啊 各位 这是你真正的内在 你的内在认为慈戒 是困难的 你认为慈戒 是痛苦的 为什么 因为他违背你的欲望 知道对不对 他违背你的欲望啊 他违背你的习气啊 所以你痛苦的 就是因为他 他视辞戒为痛苦的 所以他不想辞戒 各位那不想辞戒 自然就破戒 那之位 你没有真正去研究过 各位 在大波涅槃心 后面我们就会谈到 大波涅槃心 好各位 最近 最近 最近在网路 我在跑马灯里面 就有截入大波 涅槃心的一句话 他的第一句话 就是告诉你说 慈戒为乐 慈戒是快乐的 但是各位 但是现在 这句话 现在这句话 我不能跟你问 你相信 我不能这样问 我会跟你问 你有感觉 你现在有去慈戒 然后你在慈戒当中 有没有感觉到快乐 你在慈戒当中 感觉到快乐的同学 请举手 诸位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我去做这件事情 我感觉到快乐的 这样你知道 我怎么做嘛 对吧 没怎么做 明明经理跟你讲说 慈戒是快乐的 他跟你讲说 慈戒的人 对不对 身体是健康的 对不对 然后心安理的 晚上睡觉 也睡得着 所以说慈戒是快乐的 灭盘经 分明这样讲 但是你有感受到吗 你没有感受到 当然你不敢慈戒 你也不会慈戒 所以各位说 我只能够鼓励你说呢 你去做 然后感觉到他是快乐的 你自然就会慈戒 不然你是不会慈戒 那你的陷阱是什么 你的陷阱就是 视慈戒为痛苦 所以你不敢慈戒 那是你的陷阱 要破这个陷阱 就是体会慈戒是快乐的 要破这个陷阱 你就要自己体会 自己去体会 再来第三 毁谤正法 各位毁谤正法 分两种人 第一种人 第一种人是学佛的 第二种人是什么 是没有学佛的 各位没有学佛的毁谤正法 对不对 我们 我们能够理解 但是学佛的人也毁谤正法 他为什么毁谤正法呢 因为他并没有深入金章 他一定是抓他 一中 一门 一派 或是一个师臣 如果他的师父又不是善知识 或是他师父是善知识 但是问题他自己听不对 对不对 那他当然一定会 对毁谤正法 他自己对金章 又没有前半懂 所以才会互相批判 这就是毁谤正法 所以他的重点就是呢 对不对 他没有研读金章 所以他不知不觉就毁谤正法 所以当他要去研读金章 他才不会毁谤正法 好 那你看哦 也就是说呢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不论这些国王大臣 就是这些有影响力的人 还有 还有啦对 世众的弟子 你们呢 对呢 你们对想要真正修学的人 假设他没有勤修戒定会 你们就应该学习那个研诗 这样知道吗 你们就应该学习那个慈父 来什么 来对那些不勤修戒定会的人 苦致 大家要回家吗 你看 你们就要苦口婆心 就是那些 各位你看 所以你现在看看 对不对 研诗跟慈悟只是批译 每个人都有责任嘛 对不对 所以说 善男子 是诸国王及四共众 当有罪否 不也是尊 各位 这跟前面的意思一样啊 就是 是师及师 得杀罪否 不也是尊 有没有 各位 他们当然没有罪 因为 为什么没有罪 因为以爱念故 为意成就 所以无有恶心 他们怎么会有罪呢 所以你看 善男子 是诸国王及 事不重 尚无有罪 何况如来 有没有 诸位 那 他们都没有问题了 佛怎么会有问题呢 对 用这样 用这样来回答 对 家设尊者 所以我们把这段讲完 善男子 如来善修 如是平等 宜诸众生 同一指响 如是修者 是敏菩萨修 平等心 宜诸众生 同一指响 为什么平等呢 就是 识戒跟患罪 跟患戒 有没有 菩萨 佛 都没有舍弃他们 对 只是慈戒 用赞叹 犯戒 对不对 用苦字 有没有 但 都是平等 善男子 菩萨如是 修习 此夜 得寿命场 亦能善知 述事 之事 各位你在 这个菩萨 旁边写两个字 对 菩萨 因地 就是他在因中 菩萨在因中 他就是会这样修 修行 平等心 然后能够教众生 慈悲喜舍 能够教众生 对 五戒 十善 因为这样的因 所以 才能够得什么 得长寿的果报 因为这样的因 才能够得长寿 一能够什么 善知 述事 知事 各位你看 现在不是 只有一种果报 长寿是个果报 因为能够知道 过去的事 有没有 各位那为什么 能够知道 过去的事呢 我这一点稍微讲一下 过去因为 过去因为没有患戒 没有患戒就等于没有障碍别人 各位 所以代表心中没有障碍 心中没有障碍 所以心中能通达 所以能够了知 过去的 术世 因缘 他都知道 因为 因为他没有障碍 我们不了解 就是有障碍 所以我们不了解 各位就好像什么 对不对 就好像说 上个礼拜的今天 你做什么梦 你就忘记了 连上个礼拜的梦 你都忘记了 就代表我们障碍什么 中 所以今天谈到这里 下个礼拜才谈第四段